你们就坐一艘船去钓鱼台 然后说捍卫台湾自由 捍卫台湾民主 不要在脸书封锁我们了 你们这些人再怎么讲 你们就是想要全台湾人都支持民进党嘛 就算你全台湾人全部都支持民进党 你在脸书上还是不能讲我是台湾人 还是一样会被封锁30天 所以要一劳永逸 你们这些人就带团去打嘛 跟大陆打嘛是不是 好这样不就好啦 不要每次都嘴炮在台湾嘴炮 而且又不能把事实改变 一定要做出一些行动 而且让大陆吓到说 我们这些台湾这些486真的太厉害了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招脸书封锁30天 网路的486先生怒二次文革 蔓延到台湾了 反正讲一讲就是在搞这些动作就对了 车翼又来了 老大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总说那些车翼哦 尤其是486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都很喜欢讲一些大陆 我就觉得你们这些网红 或是这些网绿啦 就是每次讲不到两句 或是什么王浩宇他们那些也很喜欢讲 还有一个3Q歌 讲不到两句就开始中共有的没有 对对 我跟你讲你们这些人 老大建议你们 你们这些人就组一团带队去打大陆好了啦 带队这一团去打 他讲那么多 跟你讲他们只是想说 更多的支持者去支持民进党 就算全台湾的人都支持民进党 你在脸书上发言还是会被封锁耶 那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一个一劳永逸的方式啊 所以我建议你们你们带队去打大陆好了 不要在台湾打 不要在台湾打 老大帮你们想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可以打 去哪里打去钓鱼台打 因为钓鱼台是我们的啊 一向都很清楚 也就是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 这些人你们就坐一艘船去钓鱼台 然后说捍卫台湾自由 捍卫台湾民主 不要在脸书封锁我们了 你们认同的打5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人再怎么讲 你们就是想要全台湾的人都支持民进党嘛 就算你全台湾的人全部都支持民进党 你在脸书上还是不能讲我是台湾人 还是一样会被封锁30天 所以要一劳勇 你们这些人就带团去打嘛 跟大陆打嘛 是不是 你同意的打5好不好 好这样不叫好啦 不要每次都嘴炮在台湾嘴炮 而且又不能把事实改变 一定要做出一些行动 而且让大陆吓到说 我们这台湾这些486真的太厉害了 哈哈 我这样方式很好啊 钓一台不是我们的吗 去外面打不要来台湾打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吗 你说脸书封锁你 说你要去美国抗议你的美国爸爸啊 脸书是美国的呢 你都忘记了吗 你在跟台湾靠谣什么 跟我们台湾人靠谣什么 脸书封锁 脸书的总公司是美国的 美国刚好又是你的美国爸爸 所以要号召你的废亲 说不要玩脸书了啦 好不好 不要玩脸书了 可能废亲会说 我本来就没有在玩脸书哦 我是算玩IG 我不像我比较时尚 我是玩IG的 跟你讲IG也是脸书的 哈哈哈哈 脸书都是美国啦 所以你是靠谣你的美国爸爸吧 是不是 而且一起抵抗脸书跟IG 都不要用了 一起抵抗美国爸爸啦 不然你就 你就嗆美国爸爸嘛 说美国爸爸 你怎么可以跟大陆低头呢 对啊 所以美国爸爸 已经跟大陆低头了 怎么办 因为你在脸书上面 不能讲台湾人 好 赶快啊 一劳永逸 赶快带队去钓鱼台 他顺便把他的馆长 或是拿哨把的那些人 都一起带过去